看着就好吃 师傅 很多人在家里都做不好这道香菜拌牛肉 到底为什么 总觉得哪里味道不正 来 大家快跟我学起来 这道菜主要是牛肉部位的选择 还有卤的制作商 还有一个小米酒 等一下说 先把牛犬肉洗一下 用老板花洗干净 跟冷水一起下锅 焯水 加入生姜 料酒 再焯10分钟 好了 给它拿起来 用清水 再给它洗一遍 可以了 将这些香料 用一块纱布 给它包成一个料包 锅上了 放点油 把葱姜加冰箱 倒入熬制好的高汤 一定要用高汤 要不就没底味 水烧开了 加入蚝油 生抽 老抽 然后换入盖子包好的料包 准备一个砂锅 焯好水的柳犬放在里面 调好味的卤汁倒进去 这个卤汁一定要没过食材 然后把葱把剪裳 放入冰糖30克 开大火烧开 转中小火 柳犬卤的时间好了 这样轻轻地擦一下 就擦过去了 就已经透了 然后现在关火给它蒙 30分钟更入味 我们做账号的初衷 就是能够简化一些复杂的步骤 让大家用家庭卤 也可以做出可考的米菜 你们喜欢这种方式吗 蒜头 红辣椒青 芝麻 然后锅中烧油 烧7层的 冲一下 盖子盖上 把香气逼出来 这个柳犬拿去放冷了以后 它这样切 它才不会散 现在我们做半只生抽 蚝油 老抽 味精 鸡精 现在最关键的一个东西 建议大家换一点 这个香菜跟芥末的味道 橙汁是比较分明的 橙汁 昙花 换一点 吃了不会腻 放进去 这个先拌一下 现在可以放进去了 最后我们浇点葱葱油 没有葱葱油就放点姜油 学到了 里面就点赞吧 这些什么样质的